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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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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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呢 把我们刚泡的青拉面放进去 然后我喜欢德式香肠 放一点德式香肠 可以看自己的口味 加一点韩式辣酱 韩式辣酱品牌很多 看自己喜欢什么牌子都可以 喜欢吃辣一点的人就可以多加一点 我刚刚有准备两颗荷包蛋 摆上去 撒点葱花 最后再撒一点海苔 好了 完成了 我们的新拉面炒饭 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很邪恶的起司炸鸡 这是刚气炸好的 红龙炸鸡 我都选鸡腿啦 其实它里面呢 有一包鸡腿跟一包鸡块 虽然我觉得它的价钱不算很便宜 因为它一只平均下来要38.9块 但是呢 就是很方便 因为晚上可以吃 旁边我们要给它放上大量的起司 我觉得再放一些切打起司呢 它的颜色会更可口 所以再放两片切打起司 然后就等它慢慢融化 然后就等它慢慢融化 超烫的耶 天啊好邪恶哦 烫哦烫死了 一直很想尝试这种吃法很久了 这样超爽的 而且它的肉真的很 很嫩 其实我满推荐大家可以买这款来试试看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方便 就是晚上零食要吃的时候都有 吃一下新拉面炒饭吃吃看 很优秀耶 而且超简单的 今天大家可以做一下 然后还有半手蛋 顺便跟大家闲聊一下 回答一些大家很常问我的问题 大家很常问我的问题就是 第一呢 这个是什么锅具 我的锅子叫Buno 就是大家有兴趣呢 可以上网去看看 因为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人问我了 然后另外一个呢 就是很常被问到的问题就是呢 我这样煮东西 家里的油烟会不会很大 其实呢我有在使用一个 我觉得蛮适合推荐给大家 就是像我一样 因为我本身是过敏儿 然后我们家也有养宠物 也有婴儿 所以其实我很推荐这个东西呢 给如果跟我一样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实用 所以我买了它全部的款式 这个呢是3M的静电空气滤网 反正它总共就是有四款啦 四款都有不同的功效 我现在主要是用红色的 主要是针对围城花粉 橙蚌 然后动物皮屑 因为我们就是家里还有宠物 所以这一款是蛮适合的 它还有更高阶的是紫色的 它很方便的点在于呢 就是 你冷气可以装 空气清淨机也可以装 还有除湿机也是可以装 就是它的滤网 打开然后放 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片就可以了 这一盒的是裁切好的 这个是可以自己裁切的 因为我们家的除湿机滤网蛮小片的 它就是可以自己剪裁 我觉得这样很方便 而且其实它蛮整的耶 因为它一个月到一个半月 换一次就可以了 可以大家看一下 我们家换下来的 有点可怕 这个是我裁剩的 就是看出来很白 然后这个是就是换下来 看出来比较黑吧 然后我们家大概一个月就会换一次 因为我一直在煮东西 然后又有猫啊 又有成蚊啊 又有灰尘什么的 然后呢 我很常被问到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我都不分风鸽吃 因为呢 通常其实在拍影片之前呢 我都会先把它喂饱 它就已经在后面睡觉了 有时候我吃的东西呢 不见了它能吃 其实只要是它能吃的东西呢 一般我都会分给它吃一两口啦 那它现在也快一岁了 能吃的东西也变多了 不是我真的不分给它吃 它下面的起司也变得有点焦焦的 也很好吃 就很像起司饼你知道吗 起司脆饼 然后再来呢 有一些老观众都会问我说 为什么现在猫咪都没有入镜 其实猫咪为什么没有入镜呢 我还想可能是因为风鸽在 它们其实好像有点怕风鸽 它们知道风鸽是老大 就是很偶尔很偶尔 它们突然想到的时候才会入镜一下 它这样起司在加热啊 起司油都被逼出来了 我是起司空 我觉得这样吃爽度真的很高耶 我觉得炒饭是真的OK 好吃 然后也希望大家喜欢这样简单跟大家聊聊的分享 也欢迎呢有什么问题呢 就是可以在下面问 可以利用这样聊聊吃东西的时候呢 回答大家几个问题 然后还有一个 大家很常问我的问题就是我在喝什么 我喝的是 通常我喝的是红茶 因为我喜欢喝红茶 然后这个瓶子呢 这个瓶子 也是超多人问我 这个瓶子是 蜂蜜罐 就是我在那种生活五金百货买的 很便宜 我记得一个不到五十块 然后它有很多size 它就是一个 蜂蜜罐而已 没什么特别的 而且一开始这个罐子是小编买的 你就觉得他为什么要买这种东西 我发现它蛮好用的 你其实记得一开始为什么买的 我们一开始买这个烧桩 寿喜烧的酱汁 对 结果寿喜烧也没煮几次啊 好啦今天简短的聊一聊呢 就到这里为止啦 真的推荐大家 如果是跟我一样是过敏儿的话呢 可以去 参考一下那个滤网 单纯是我真的觉得好用分享给大家 好啦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为止啦 喜欢我的影片的人呢 记得帮我按赞 按订阅还有开铃铛哦 然后记得要分享 那我们下次见啦 拜拜 咱们 爬 咱们 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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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